兄弟们广州车展前探馆 我现在是在截图展开 这截图变豪兴了 这展开面积变大了 而我身后这台就是截图最近才上市的 截图山海L9 这台车价格很美丽 166,900你就可以收获一台 1.5G加两档DHT的混动SUV 最大功率315,000瓦 200加速7.8秒 纯电续航108公里 满油满电更是突破1100公里 而且值得一说的是 在这个有的车企三电都不敢说 中身质保的时候 山海L9是首个宣称 整车中身质保的混动车型 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 当别的车企要外放电都还是3.3千瓦的时候 截图山海L9的外放电 已经给你做到了6.6千瓦 而这也是非常符合截图 一个露营出行品牌 所一直营造的一个人设 进入车内 这截图山海L9的吊吊 一下就起来了 你看看像这些木温试玩 然后你能摸到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是软的 然后整体设计的也非常居家 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同时看上去这台车里面 科技感也是不错 包括这种查必坐的这种小心色 这种一个按压式的还是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也配了50瓦的充电 而且在这个充电的下面 它还配了一个空调出风狗 我们都知道在无线充电的时候 手机会发烫吧 它这个 这种小心子还是非常值得夸赞的 然后说到这块屏幕 这块屏幕的话 它用的也是8155的芯片 这就代表着这台车它的应用支持会非常广泛 同时操作的流畅性也是很nice 虽然叫L9 但是它给自己的定位是个紧凑级SUV 车长4米82轴距2米85 就这个尺寸 除了5座版本加4000 后备箱也能再塞俩人进去 后备箱最大的容积1634升 真的很能装 广州车产3.2张网 截图展台 截图山海L9真的值得一看 值得赞修了